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我们今天呢 非常快速的跟大家来讲一下 我们快速的复习一下 我们用这个版面 假设有个二阶微方程 我们是这样子写的 假设我们把它写成这个样子 那么由这个地方呢 就可以看得出来 它前面跟Y有关系 只有Y的两次方微分 Y的一次方微分 跟Y的一次方向 没有其他跟Y有关系的 那么前面的PQR 只要是什么样 什么叫Ninear Ninear的意思就是说 P Q and R are X function only OK 什么叫homogeneous 就是当R X要等于0的时候 叫homogeneous 什么叫non-homogeneous R X不等于0的时候 那么上次讲到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case 就是当PQ我们是7次的 当PQ两个呢 只是常数而已 那我们要怎么办 那这个时候当然就很简单了 我们就 就是这个样子 A Y B Y 等于0 假设只是这样子 所以呢 这个我们要写名字就写second order OK Second order是什么 Linear Homogeneous O-D-E WITH 我是写一个W一个斜杠啊 我 这个呢 就是WITH OK 假设是这样子呢 这就是WITH OK 有时候会写WRT WITH RESPACK 2 OK 这几个简写的呢 请大家把它记起来 OK OK 那么假设是这样子的时候 我们怎么办 那我们那时候就说 第一个 先猜 看看它可能是什么 根据我们的经验呢 来猜 它是Exponential Lambda X的 会很好 所以你就先Try 第一步先Try Try什么 WR有一个形式呢 它是等于Exponential Lambda X 那么这样一来呢 你很快带进去啊 你就会得到了一个特征函数 特征函数呢 跟Lambda有关系的 OK 跟Lambda有关系 一旦进去你就得到Lambda的平方 再加上A Lambda 再加上B等于0 所以这样一来呢 Lambda呢 它就最简单了 它的形式就等于是吧 2分之 负A 对不对 是不是 然后呢 正负 根号 B平方 A平方 减掉4B 我们就会等于这样子 它有两种Lambda OK 假设后面这个常数就很重要 假设这常数大于0 就代表这个根号会是实数 那么你正负代表是两个不同的解 两个不同的解 假设A平方减到4B刚好等于0 然后就代表没有这个正负的了 你两个解是同样的解 假设A平方减到4B小于0呢 就代表这开根号结果之后呢 跑出一个负数的complex的解出来 那你又有另外的做法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用不同的拼法 那么基本上拼出来的结果呢 大概是类似这个样子 我们先把那个表格啊 整个绣出来 然后我们再讲一些观念 OK 所以在这个状态下面呢 我们会有很多的case 这样子好了 Basis And the general solution 第一个case 假设我们有两个解 它是distinct 它是可以分别的两个解 lambda1 And lambda2 那么这个时候 它就会有两个basis 分别是exponential lambda1x 另外一个exponential lambda2x 那我们的general solution呢 Y呢 就会等这两个的线性组合 对不对 第二个case 假设我们是个real double root real double root呢 我们的lambda就等于一个负的二分之a 也就是说后面这么等于0 那前面就等于二分之负a 对不对 负的二分之a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会有两个basis 我们这两个basis怎么写呢 第一个当然就是它了 负的二分之a的x 第二个是什么呢 是同样的这个 只不过前面你把它乘上个x 它就会变成第二个解出来 那么它的解呢 就很简单 就等于这两个的什么 线性组合 c1 再加上c2x exponential 负的二分之a 答案就可以写成这个样 第三个case 假设我们是两个什么 complex conjugate 形成共二的解的话 那么这个时候你会有两个解 lambda1 等于负的二分之a 加上i 或者是lambda2 等于负的二分之a 减掉i 其中的 omega呢 会等于4b 减掉a平方 OK 假设是这样子的时候呢 我们也会有两个basis 这两个basis是什么 第一个 exponential负的二分之a a x 乘上cos omega x 第二个 exponential负的二分之a x 乘上sine的 omega x 那最后面 我们的final解呢 就会等于什么东西 exponential负的二分之a x 乘上 a cos omega x 再加上b sine omega x 我们就会这样子 其中的第一个跟第三个 很简单 因为这边解出来的解 就是两个解 所以把它丢进去 套一套 整理一下 它就可以整理出来 这个非常简单 第二个比较麻烦是说 当a平方等于4b的时候 那我们怎么办 你只得到一个basis 就是第一个 你怎么知道第二个 前面要乘上x呢 我们怎么做 对 我们怎么试 我们就假设 这个前面再乘上一个什么 一个函数 未知的函数 那这函数总要符合这个equation 把它丢进去 它一定要等于0 它没有第二个选择 那你就可以把它算出来 它等于什么 结果没有想到这么简单 等于一个x 就可以了 对不对 所以到目前为止 你可以发觉 我们一再地重复使用 很多很多的概念 然后呢 我们姐 似乎就可以凑得到 非常的幸运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现在再稍微 帮大家复习一下 从最开始一直到现在 我们用短短的五分钟的时间 对个一阶的文房层而已 OK 一阶的文房层 假设呢 我们这个是linear的 不管它是不是linear 我们就先这样子 到我们以前的做法是 第一步 我们怎么做 我们去试试看 能不能把它分开来 对不对 y它分到一边 x它分到另外一边 那事情就好办多了 所以呢 我们那时候第一个做法 就是先分分看 能不能 separation of variable 是不是可以 OK 四 直接就把它积分了 对不对 直接就积分球结 答案就出来了 非常简单 假设不是呢 试试看 能不能乘上 能不能用变数变换的方式 把它凑成 可以分开来 我写中文 空格比较小 好不好 变数 变换 最后变成 yx分离 可不可以 假设可以 那就一样啊 你已经分离了 那就直接积分 直接求解 对不对 假设不行 那我们在干嘛 太长了 那我们再做一个 再看看 它是不是exact 假设 yes 那就很简单 直接呢 用exact 对不对 我们就这样做 假设不是呢 怎么办 想办法 把它变成exact 对不对 我们总是第一招 你看 第一个可不可以变数分离 可以 那就解 不行 想办法把它变成 可以变数分离的 那就用变数变换 假设也行不通 看看它是不是exact 假设是就exact 不是呢 想办法把它变成exact 对不对 这边先这样子写好了 待会再讲 想办法 然后假设是 那我们只是重复 左边的做法 对不对 你记不记得 我们这边是如何想办法的 如何想办法 大家记不记得 我们就设想个很简单 你看看 我们要判断 它是不是exact的时候 是不是我们的微分方程 就要写成不一样的形式了 我们就开始写成类似这样子 比如说一个 P XY DX 再加上Q XY DY 等于0 我们就把它写成这种形式 对不对 那么假设它可以写成这种形式 而且它又吻合exact 就是前面这个对Y微分等于 后面这个对X微分 是的话 就用这个解 假设不是的话 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那个时候又使用一招老招 跟在这边用的一样 我们就把这个equation 外面乘上某一个function 反正是等于0 乘上什么东西 通通都等于0 随便你怎么乘 但是我要求这个function 乘完之后 让它乘为exact就好了 那你就去想想看 那个function应该是什么function 纵使你求出来有很多种解 你找一个最简单 你最好算的方式来用就好了 对不对 所以很快的 你就可以用exact的方式 你要是凑得乘 就可以用exact的方式把它求解 但事实上这个求解 有的时候我们又叫做 积分因子的方式求解 对不对 因为这里面会牵涉到积分 因子 反正看你名称要怎么定 它只是 未知的这个function里面 它变成一个积分因子 在那边 那这个时候就可以了 那假设再不行了 no 那我们要怎么办 那就另当别论了 对不对 那又是另外一个 的事情 我们有没有继续讲下去 没有 所以从这个地方 很棒的一件事情 它告诉我们 你如何让它成为exact 我们就假设有一个uxy 我也不晓得是什么东西 我就乘上这整个 之后 它就会变成exact 你只要把u求出来就好了 就好像我们这边一样啊 对不对 那我们在讲二阶 vn方程的时候 它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假设有个二阶 这个比较复杂一点 有个二阶vn方程 假设你知道其中一个答案 why one is not 那why two 等于什么东西 why two是什么 不知道啊 所以我们就假设 let assume why two啊 是why one 前面乘上 某一个函数 我只要把这个函数 求出来 就好了 反正why one 带进去要吻合 这个equation why two带进去 也要吻合啊 这个时候 u就可以求得出来 对不对 反正 你可以求嘛 最后找一个 你最简单的方式 OK 就可以把它表现出来 你发觉 但当我们乘上的东西 让它变成我们要的 这边用了一次 这边用了一次 那这一次呢 就是在 它是什么 double root的时候 我们就使用了 第二次 对不对 你可以发觉 它这招很好用 一下子就把它解决掉 OK 然后最后呢 就变成我们大家所熟知的 这整个的东西 有没有问题 对我复习到这边 有没有什么问题 好 没有的话呢 我们就继续下来 我们上次讲了 最主要是讲到 这个equation second order linear homogeneous ordinary differential equation with constant coefficiencies 它这边是constant OK 假设它现在不是constant 但是呢 是一个很特别的equation 这个equation呢 长得很好玩 OK 那为什么要讲特别呢 因为特别我们才能解 所以我们现在来讲 另外一个equation 是这样子 OK 这个equation呢 我们称之为 Euler Kalchi equation OK 好 那这里面呢 我们可以看得到 我们这边有A跟B A跟B呢 分别都是什么 常数 那你看看 它现在跟前面的equation 有什么不一样呢 二阶微分分的前面呢 乘上个x的平方 一阶微分的y 前面乘上一个x的一次方 也就微分两次乎 就乘x平方 微分一次就乘x的一次方 当然这个不微分的 零次的 前面就乘上x的零次方 那当然就是1了 对不对 我们就 假设有这个equation 我们正会有了高极equation OK 这是第一个 我们怎么来解 这个时候呢 你要先假设 我们前面呢 已经有去猜测 很重要一个猜测 是我们用这种猜测的方式 假设y是等于 exponential的lambdax 那这边我们要猜测什么呢 很多人试的很多种方式 OK 但是呢 最后发觉 试起来最好的方式呢 是用什么东西 try try什么呢 假设y是等于x的m次方 好 我将m呢 用蓝色的来表示它 它不用exponential的 它直接用什么 x的次方 它就试试看这个怎么样 然后就把它带进去 带进去之后 你很快就可以解 比如说y的一次方 就等于m 乘上x的m次方 m减一次方 y的两次方 y的两次方微分 就等于m乘上m减1 乘上x的m减2 对不对 然后通通把它带进去 那么这个时候第一次啊 就可以简化成为以下这个式子 好我们来试试看 再加上b乘上y 要等一点 好我们整理一下 你发觉x平方 跟x的m减2次方 乘起来结果等于x的m次方 对不对 因为这2跟减2消掉 这个x跟后面的x的m减1次方 乘起来的结果等于x的m次方 后面这边的刚刚好也有个x的m次方 是不是大家都有x的m次方 对 所以我们就把x的m次方把它削掉 最后你是不是得到这样子 就得到这个特征函数 所以你看这个特征函数 跟这一边的这个特征函数 不太一样 当然不太一样 因为假设的基础点不一样 对不对 它得到的当然不一样 不过呢 得到之后呢 我们最重要的问题是m等于什么东西 好像那边最重要的问题是lambda等于什么东西 lambda一旦知道了 你可以解得出来 是不是就看看它是不是有这些特性 那我们可不可以一样画葫芦 我们已经到了这一步了 那m 这边是lambda可以求解 那边m可不可以求解 m马上就可以求解 对不对 所以更进一步的 你会得到什么 m的平方 再加上a a-1 乘上m 加上b 等于lambda 写在这边 我们那边太小了 所以我尽量的这边把它放大一点 那我们会有root 会有basis 还有个general solution OK Case 1 假设m有两个m OK 假设我们有怎么样 distinct 哪两个呢 m1 m2 那我们是不是有两个basis 第一个 x的 m1 x的m2 我们就可以有这两个 OK 那么它的general solution呢 就是什么东西 是不是 两个解就可以把它解出来 Case 2呢 比较麻烦 它有double root double root呢 我们就只有一个m 它什么时候会有double root 这个时候m 会等于 二分之一 减掉a 它就会变成这个样子 这个时候它就变成double root 好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有 就麻烦了 第一个basis我们知道 它是等于x的m 好 那第二个怎么办 第二个怎么办 我们怎么知道第二个答案是什么 那很简单嘛 我们就同样的做法 以前的做法就是你一旦知道了第一个 之后你怎么办 我就假设第二个就是第一个乘上某个函数 把它丢进去算一算 答案就把它算出来 就好了 就好像这边一样 第一个答案知道了 就把它丢进去 它前面在层上某一个函数 丢进去方式一定要相等 一定要吻合 吻合之后发觉前面那个函数就是x 就这么简单 我们也照做 这一做之后呢 它发觉一件事情 前面是什么东西 是自然对数的logx 绝对是x 后面才乘上x的m次方 OK 有的时候这样子写不太好 对不对 为什么呢 因为你会以为后面在自然对数里面 我干脆把它颠倒过来 就这样子就好了 那么我们的解呢 也就很简单啊 就变成这样子 非常简单吧 对不对 最后面 第三个简 假设我们是complex conjugate root OK 所以我们会有lambda1 我们lambda呢 我们的m 会等于什么东西 我们这样子写 二分之一 1减掉a的正负i Omega呢 就等于 根号b减掉四分之一 1减掉a的平方 OK 我们就可以得到这样子 那你这样是m是不是m1 就等于上面加的好了 m2就叫下面减的好了 对不对 那你的解是不是就 你的basis就等于这两个 是不是 你的basis会有什么basis 你看这边还是空间不够啊 你看看哦 所以我的basis会有x的 x的m次方 现在有两个 二分之一 1减掉a 再乘上x的iOmega 第二个呢 是x的二分之一 次方 二分之一乘上 1减掉a 后面乘上x的负iOmega 这负的我用蓝色好了 加强一点 那你的解就变成 这两个相加了 至于说能不能变成 psiCosine 那个再讲 所以呢 你这边的解就变成 这两个相加 大家都有前面的部分 对不对 然后呢 乘上什么 C1 Explanetial iOmega 加上 C2 Explanetial Fu i Omega 对不对 你全部都可以一样化入了 把它做出来 完全一样 没有什么问题 这个地方的证明 是我们今天的第一个习题 但你说这还有什么习题 课本都已经有了 课本都已经证明给我们看了 对不对 还有什么习题 简单一件事情 要你们去把课本看到 自己去亲自的演算一次 来确认一件事情 我在黑盆上写的这个 对不对 说不定我写错了 对不对 有没有可能 有可能 有没有可能课本是错的 有没有可能 有啊 我们以前念书 很可怜 你知道吗 你们现在都第几版了 第八版 第九版 对不对 我们以前念书 大部分都是第一版 什么叫第一版 你知道吗 第一版就是要我们 帮它校正 OK 一堆错 那一堆行写出来没人相信 除非我导到那边把它导出来 否则不太敢接受 所以以前就很辛苦 就一边看书 一边猜 它到底对不对 OK 解出来的什么 对对对 这边写错了 是x不是exponential 谢谢你告诉我 这个地方是x 你看看 太棒了 还是学长眼睛厉害 对不对 厉害厉害 我自己写错都不知道 因为这边是x嘛 怎么写到这边 上面变exponential 你看 操都会操错 你看看 所以这个是要很小心的 所以请大家好好做一次 好 我们来看几题例题 每个例子 我是解一个例题 好吧 怎么样擦掉了 中间这个 擦掉了 好了 我们来解这个 那这个一看呢 就跟右边的equation 完全一样 对不对 它上面呢 两次方微分 前面是x的两次方 y的一次方 微分前面是x的一次方 y的零次方前面是 y的零次方微分 零次微分 就是不微分 就变成x的零次方 就是1 除此外 一个是1.5 一个是负0.5 都是常数 所以这个符合 我们是什么 它告诉我们 equation1是什么 euler 高期 equation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就可以开始 try了 try 我们要让y呢 等于x的m次方 这是我们第二个式子 假设y是它的答案 y带到14里面 14一定要吻合 所以我们就将第二个式子 带到第一个式子里面去 等一下要带进去 我们整理一下 我们就从y的一次方 就等于m 乘上x的m-1次方 y的两次方微分 就等于m乘上m m-1 像x的m-2 然后把2带到1之后 我们就会得到m 乘上m-1 x的 前面有个x平方 所以我把这个写后面一点 2带到1 前面有x的平方 这是m-2 再加上1.5 乘上x 乘上y的一次方微分 m乘上x的m-1 再减掉 0.5 5y x的m次方 我们一看 这个x平方 乘上x的m-2 就等于x平方 这个x一次方 乘上x的m-一次方 也得到x的m次方 这边呢 本身就是xm次方 所以大家都可以消掉 最后得到一个 比较简单的是 m乘上m-1 再加上1.5m 减掉 0.5 等于0 整理一下 m的平方 所以我们的答案会变成什么东西 1跟负的0.5 对 就变成m加1 另外m减掉0.5 等于0 所以很明显告诉我们 m有两个m m1 等于负1 m2 等于0.5 我们有两个 OK 所以呢 我们这个m求出来了 我们发觉它是两个independent 两个这个distinct 的root 对不对 所以它告诉我们一件事 我们把第三个式子 带到第二个式子里面的时候 告诉我们 y呢 有y1 x的m的一次 m1 等于负1 y2 等于x的0.5次 这两个 所以它告诉我们 最后面 我们得到general solution c1 y1 再加上c2 y2 就等于什么东西 c1 x的负1次方 再加上c2 x 0.5次方 这个就是它的解 OK 你不喜欢这样子 也可以把它写个颠倒 好 这样子就可以 就可以把它解出来 好 现在有另外一个equation 它是x平方 y的两次方 微分 减掉5xy的一次方 微分 再加上9倍的 y等于 OK 这一看 y的两次方 前面呢 乘上个x的平方 y的一次方 微分 一次微分 前面乘上个x的一次方 再加上常数 y没有微分 前面就没有x 再乘上个常数 所以它是couch 是吗 U的couch equation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 我们就可以假设 x就是这个形式 所以这个又变第一个四子 那要把它带进去 两个微分 之后准备带进来了 第一个四子没有错 第二个四子 这边是-5 所以我只要把这个 改成为-5就好了 后面是正9 所以这个就要改成正9 就好 因为发觉其他都一样 对不对 然后呢 我们发觉一样 x的m之方 通常可以互相抵消掉 最后留下来的 只有这个特征函数 这个是-5 这个是加上9 所以呢 整理完之后呢 m平方在这边 -m -5 -6 加9 那就很简单吧 它是一个m减掉3的平方 对不对 干脆把它弄掉 所以呢 我们的m呢 double root 我们m只有一个 就这样子 m等于3 m等于3呢 就代表我们会有两个basis 第一个x等于多少 负3 等于正3 x的m次方3 那第二个怎么办 哇 第二个怎么办 因为这个是个double root 它3或3 对不对 你不可能用两个一样的嘛 所以这个时候呢 所以这个时候呢 第二个 那一定是第一个 前面乘上什么东西 在这个地方 经过我们这样计算之后发觉 要乘上个log 绝对值 x 实在是很难看 来来来来 把它摆到后面去 比较好看 这个往前面移 这是第一个解 对不对 x的三次方 后面是那log 绝对值 ok 那最后我们的解呢 非常简单 就变成x的 三次方 log 最后呢 你可以整理一下 c1 再加上c2的logx x的 算完了 ok 假设你说 我怎么知道 它一定是乘以这个 我们可不可以验算一次 可不可以想办法 用principle再做一次 反正这边是 实际的数值嘛 对不对 你们的回家作业是变数嘛 如此而已 好 那我们就把它摆进来一下 我们就let y2会等于 某一个 u ok 乘上y1 就等于u 乘上x的m次方 x的3次方 x的3次方 假设这个是我们第四个四子 我们把第四个四子 因为它是它的 它是y2 y2一定是equation1的解 第四个四子 带入第一个四子 一带入了之后呢 要带入之前 我们先 好吧 直接算 x平方 乘上y的2次方微分 y的2次方微分会是谁 y的2次方微分会是谁 u会是什么东西 有可能是x的函数 对不对 所以呢 这个地方 呃 先在这边验算一下 y2 1次方微分 1次方微分有可能是 第一个不动微后面 就变成3u x平方 再加上 第二个不动微第一个 x3次方 u的1次方微分 y2的2次方微分 所以这边又有同样的状况 又要重复一次 就变成有四个项 第一个是前面不动微后面 就变成6ux 再加上3x平方不动 微后面 再加上这一项 前面不动微后面的 x3次方不动 u的2次方微分 再加上后面不动 微前面的 就变成3x平方 u的1次方微分 OK 所以我们把它带进来 x平方写在这边 y的2次方微分在这 这一看呢 因为这两项一样 所以就变成6的x平方 u的1次方微分 所以它这会乘上为 6的ux 再加上6倍的x平方 u的1次方微分 再加上x3次方 u的2次方微分 对不对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负x乘上y的1次方 是上面的 3倍的u x平方 再加上x的3次方 u的1次方微分 最后呢 加上9倍的y y是什么 y是在这边 x的3次方 要等于0 我们来整理一下 好不好 整理一下 整理一下 我们这边有u的2次方微分 我们就先把u的2次方微分 的每一个项 通通把它提出来 目前看下只有一项 所以不需要提 所以这么x平方 乘上x3次方 变上x的5次方 u的2次方微分 再加上u的1次方微分 这边有u的1次方微分 所以前面是6乘上x的4次方 减掉5乘上x的4次方 u的1次方 再加上u 只有u而已 所以前面是6乘上x的3次方 减掉 剪掉 15乘上x的3次方 又怎么样 等于0 所以呢 简化完x的5次方 u的2次方微分 再加上x的4次方 u的1次方微分 再加上 哦 变成负的 9倍的x3次方 乘上u 要等于0 这一看 大家 前面都有x的3次方 通通除于x的3次方 所以变成x的平方 u double x u的1次方微分 减掉9倍 增上u 等一点 我去撞到门了 什么东西 9x3次方 漏掉 这是9a ux 这边是负的 负吗 哪一个 这个 你说哪一次 这一次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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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对哦 因为呢 我们是要带入这个 对不对 u 没有错 没有错 所以我算错了嘛 你看看 啊 太好了 太好了 所以有人在帮我注意 很好 所以这边u嘛 对不对 所以这边还要再加上一个 9x3次方 这个框框里面还要加上9x3次方 哇 那消掉了嘛 是不是 就没有后面这一项了 太棒了 对不对 这样好不好解 很好解啊 你把它想象成 0乘上u 等于0 是不是 也可以啊 这个式子再跟这个式子比一下 是不是又变成它了 只是前面的a等于1 b也等于1 对不对 a也等于1b也等于1啊 所以是不是相当于你现在本来一开始是要求y的 你已经把它求出来了 y1 现在要求y2的时候 你必须要先求u right 所以我们稍微在做下去之前先画一下地图 免得我们两三下就搞混了 第一个问题我们是问说 y等于什么东西 经过我们设定完之后呢 相当于我在问 m等于什么东西 m1等求完之后呢 就告诉我们 y2等于什么东西 因为 m只有一个 y2等于什么 不知道 就变成说 y2把它假象成 y1前面乘上u 那变成u等于什么东西 对不对 你最后呢 必须要一步一步退回去 退回到y2 right 你整个偷偷的解就知道了 因为上面前面这个呢 告诉你 y1等于x的m次方 那最前面这个y 一定等于c1 y1 再加上c2 y2 那y2等于什么 depend from这个 y2等于什么东西呢 是不是等于u 乘上x的m次方 对不对 那u又等于什么东西 这一看不就是它吗 我再解一次吧 用同样方法再解一次 是不是可以把u解出来 对不对 我们解解看好不好 这个又可以假设成为x的m次方 对不对 那我不要说m好了 我说x的n次方好了 try u 等于 或者是你喜欢直接降接也可以啊 降接来来做或许比较快 对不对 好我们直接降接好了 直接降接 这边呢 我就可以let v 等于u的一次方微分 那这equation 是不是就可以变成为 x平方乘上v的一次方微分 再加上x 乘上v 等于0 对不对 就像呢 你要知道u什么 又要更进一步的知道v是等于什么东西 right 这个呢 一看就可以分开来了 因为v的一次方微分 就是dv dx 所以整个整理一下 因为等于dv 除以 v 等于 这一过去嘛 对不对 负的 x 分之一 dx 这样一看是不是v集中在左边 x集中在右边 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非常直觉的嘛 用变数分离的方式 这一弄 马上就得到一件事情 v 可以写成为 负一次方log x 加上某个常数 我假设常数等于c 假设常数等于0 反正只要随便找一个就可以了 那v1是不是 确认了 对不对 因为这个积分管 是不是变成log 这个积分元也变成log 我这边是不是 少了一个符号 这样会变成负的log呢 我看看 有没有错误 是不是我算错了 再来一次 这边是u嘛 所以头一次微分是 3ux平方 3ux平方 加上x平方 u一次方微分 没错 3u 6ux 再加上3x平方 u分 没错 再加上x三次方 u的两次方微分 再加上3x u的一次方 没错 所以带进去x平方 为什么x平方 因为这个地方嘛 x平方 乘上y的两次方微分 等于6ux 6ux 再加上这个有6个 6ux平方一次方 再加上x三次方 u的 没错 减掉5x5x y的一次方微分 在上面 3ux平方 再加上x三次方 u的一次方微分 再加上9y y是u的x三次方 没错 整理一下 u的两次方微分 只有x的五次方 没错 u的一次方微分 只有这两项 6x四次方 减掉5x四次方 没错 再加上u只有一次的 有三项 1 2 3 第一项6x三次方 第二项 负15x三次方 第三项9x三次方 没错啊 所以这个完全消掉了 所以6减1 6减5变1 x五次方 所以要是这个样子的话 这边通通可以弄掉了啦 x四次方删掉 所以我这边根本就 没那么复杂 我这边只要有 一次方 没有它 结果还是一样嘛 还是有负的嘛 是不是 结果还是一样有负的 负的 负的提在外面 提在外面 所以你会得到这个负 log v 会等于 log x 这边好像有问题耶 为什么会得到log x 假设是log v 等于log x v就等于x啦 好 没有错 v就等于x 好了 给它去 所以v就等于 这样子一来 我们会得到log v 没错 会等于 负的log 绝对是x 对不对 会等于这个样子 所以v呢 会等于什么东西 exponential这个东西 负1带进去 负1带进去 所以会等于 所以会等于 就会等于 exponential 杀掉 这样子 对不对 这个 再带回来 原来的事 因为我们求的是u嘛 所以它告诉我们 一件事情 u 是不是等于v的积分 这一积分 是不是变成log x u就算出来了 u就等于log x 所以呢 v告诉我们 它会等于x分之一 往回推 它会等于log的绝对是x 往回推 y2就算出来了 再往回推 答案就通通跑出来了 right 一步一步 我们完全没有错 所以呢 这个东西 只要稍微验算一下 你就发觉 它全部都是对的 OK 没有任何太大的问题 OK 假设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要全部擦掉 再做最后一个立体 OK 那这个呢 我们再把上面这个擦掉就好 好 看看这一题 OK 第一个 y的两次方微分呢 前面呢 乘上个x的平方 y的一次方前面 乘上一个x的一次方 再乘上常数 y的前面 没有微分的前面 乘上没有x 剩下只是常数 它是U的culture equation OK 那所以我们就可以用假设 这样子 它是x的m次方 然后我们要把它带进去 带进去之前 先微完分之后 开始带进去了 一带进去 我们第一个式子就变成这样 第二个式子 那后面这边呢 就是加0.6 你看解这个东西多轻松啊 我再写一次其他拿来照抄就好了 对不对 好 后面呢 加上16.04 OK 同样的 前面的x平方乘上x的m减2 就是x的m次方 x乘上x的m减1 就是x的m次方 这边有x的m次方 所以提出来 反正要等于0嘛 对不对 所以呢 x的m次方不可能 次数通通通都等于0吧 因为x是可以变化的 所以呢 最后的结果就是 你前面的这一项 提出来的地方要等于0 对不对 然后我们把因式分解一下 这个就比较难了 不过呢 很快的 假设很快的 m呢 你就可以求出两个m1 OK 你的解啊 就解出来 这个是equation 3 我们发觉你解到两个解 而且这两个解 通通都是负数 而且负为什么 共2 所以这边正的 这边就变成负的 OK 那我们的解呢 就应该是两个basis 对不对 两个basis 这边擦掉 然后两个basis呢 第一个是y1乘上x的m1 0.2再加上4i y2呢 会得x的0.2减掉4i 所以最后的解 一定是这个样子 所以我们把它整理一下 OK 好 要整理之前呢 我们在旁边啊 做一点点小作业 OK 什么是x的0.24 再加上4i 它是不是等于x的0.2四方 乘上x的4i 对不对 x的4i 好 x的4i 我们现在呢 要来玩一个游戏 我看看怎么玩 OK 我们这样子玩 我们x的0.2呢 x 这x 我要把它写成为 Explanetial Log x 的4i 次方 我要把它写成这个样子 因为 Explanetial的上面呢 假设是Log x 刚好这两个消掉 对不对 就变成x 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当我这样子做的时候呢 大家都x的0.2次方 通通都可以提出来 对不对 所以我们x的什么样 0.2次方 x0.2次方 OK 我这个再更进一步 这个次方向放进来 是不是沉在这个Log的前面 对不对 是不是沉在这个Log的前面 就变成Explanetial的 4倍的Log x i呢 我把它写在前面好了 是不是变成这个样子 那为什么要这样子呢 你要是说我直接就这样子写好不好 比如说我这个地方 我这样子写 x的0.2次方都有 然后呢 c1 x的4i 再加上c2 x的-4i 我这样子写可不可以 也可以 这个就是你的答案 但这个答案可能不太有感觉 我们希望把它变化一下 想办法把它凑成啊 sine cos 我们比较熟悉的 那我们就可以这样子凑 OK 这是第四个词 事实上就是它的answer 对不对 假设是这样子 根据Uler equation 它可以变成什么 什么是Uler equation 写在这边 Exponential i theta 等于cos theta 再加上i sine theta 对不对 Exponential-i theta 等于cos theta 减掉i sine theta 那么这个是不是就可以变成两个 cos的4倍的Log x 加上i sine的4倍的Log x 是不是cos跟sine就跑出来了 对不对 OK 所以我们整理一下呢 我们这个式子呢 我写长一点的 它就可以等于x的0.24 A 你稍微弄一下 你稍微弄一下 变成这种形式 OK 那这个非常简单 所以请大家呢 回家务必要尽快做一下 OK 一个堂皇的震荡 假设我们这边有个堂皇 一开始是这样子 然后你在上面加一个重的东西 它到这个地方 终于维持稳定 这堂皇呢 抱歉 有个弹性系数 K K constant 这个物质呢 有一个质量M 那它平衡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我们叫做Y等于0 那Y呢 是往下 微正 假设我们现在把它往下拉一段距离 这样子好 我们发觉呢 它往下了一段 然后把它放掉 然后发生什么事情 它开始震荡 对不对 好 我们怎么列出这个equation出来 第一件事情 这只是很简单的 牛顿第二应动几率就可以了 所以牛顿第二应动几率 告诉我们 刺激 等于反应 Summation F 所有的刺激 通通加起来 等于你的反应 OK 所以它现在的力量呢 我们从这个掉完之后的平衡点 开始算起 所以这是重力跟弹簧的拉力 已经基本上已经平衡掉 所以我们就不再计算 弹簧原本的长度多少 我们由这个时候才开始 然后现在往下拉一段距离 然后把它放掉 对不对 这个是我们要知道它的状况 当你往下拉一段距离的时候 告诉我 你受到的力量是 往哪边的力量 往上拉 受到一个往上拉的力量 而且这个力量 力量要负荷 虎克定律 那这是怎么写呢 因为力量是往上的 往上 我们的坐标是固定 往下的 叫做正 是不是方向刚好相反 对不对 所以是负的 虎克定律是什么 KX KX指的是位移 现在位移是Y 乘上质量M 加速度呢 它也只是沿着Y方向而已 对不对 加速度 我假设它是往上 是不是 这样子我就可以把它写出来 或者是 就把它写成 OK 所以它告诉我们 我们现在的Y呢 是T的函数 对不对 所以整理一下 因为得到Y的两次方微分 加上K除以M Y等于0 中立不用了 因为我刚刚是从平衡点开始算起 在这边已经被抵消掉了 我就不用再算了 OK 所以在这个状态下面 这个好不好算 马上就把它解出来了 用这个分离嘛 对不对 它是怎么样 底Y底T 你要这样子写也可以 这个不是用变数分离 这无法分离 我们直接就把它用 用Try的 因为一看它前面都是常数 K是常数 M是常数 所以它是常数 所以只是 二阶 Linear Homogeneous Ordinary Differential Equation With Constant Coefficient 对不对 所以Try Y等于什么 Exponential Lambda X Lambda Y 所以呢 很快 很快就可以算得出来 它的特征函数 马上就告诉我们 Lambda 是等于什么东西 这一过去 移到等号 又没变成负的 它密码就跑出i出来 它是等于什么 正负 i i 更好 k 马上就拿出来了 答案在这儿 在这个式子里面 假设你从这个式子 直接跟这个式子比 你发觉 Y的一次方微分 Y的两次方微分 前面要是 常数是1的话 那Y的一次方前面的 这个常数就叫做A 它Y的两次方微分 前面确实常数是1 但是有没有Y的一次方微分 没有 没有一次微分 所以没有A啊 A等于0啊 B呢 B就等于k over m 所以我们答案 会不会有A 不会的 没有这一项 只有正负i omega Omega等于4B 减掉A平方 就是这个东西 4B 那我的4怎么不见了 所以会不会那边写错 除掉了是吧 哦 跟2除掉了 所以说这边 扫除一个2嘛 是不是 是不是要这样子 有这样子吗 假设根据这边的话 对嘛 对嘛应该是2嘛 A平方减掉4B 开根号才对啊 它那个负号应该 负的啊 4B减掉A平方 开根号才对啊 除以2 除以2 干脆这样子就对了 好 应该是这个样子 OK 弄完之后 就变成这个样子了 那我们的解 Y会等于什么东西 会等于两个同样的解 Cosin 某个常数 Cosin K over M Y 再加上B Sin 根号 K over M 的Y 会得到这个解 这个解一看就知道了 它是一个减血震荡的解 OK 它本身就会上上下下 上上下下震荡 OK 时间实在是不够 时间实在是不够